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巴以双方的支持者爆发了大规模的肢体冲突之后 数百名的警察是涌入到校园 并且在2号的凌晨开始 强行的清理清巴勒斯坦学生的抗议营地 我们马上来跟随画面看一看现场的情况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有大量的执法人员已经在现场进行 对于清巴抗议示威营地的清场行动 此前警方已经将营地周围设置的种种障碍 强行的进行了拆除 也有部分的帐篷等设施也已经被移除 警方此前对营地内部的抗议示威者发出警告 要求他们立刻离开抗议营地现场 否则有可能会被逮捕 但营地内的数百名抗议者 大部分人留在了抗议的现场 可以看到 营地周围 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和营地内 不少身着保护装备的抗议示威者之间形成了对峙 此前示威者和警方之间也发生了冲突 有现场画面显示 但是执法人员已经对部分抗议示威者 直射了逮捕 执法人员进入校园 也是在校园内部发生暴力事件之后 发生的 在此前一晚 校区内清巴 抗议营地内的抗议示威者 和反示威者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现场 因为画面的抖动比较明显 可以看到 目前在现场可以说是相当的混乱 从画面当中 我们能看到比较多的身影 应该还是美国警察的身影 而我们的记者杨平俊 一直就在现场 马上和平俊取得联系 平俊好 你好 文俊 平俊 我们从现场的画面来看 现场的氛围相对来说 比较混乱的 就你现在了解到的情况 目前最新的进展是什么 有多少的学生已经被捕了 是的 目前 今天晚上警察的这个 警察这个清场的动作 第一步是拆除所有的障碍 包括所有的围栏 以及护栏的都全部被拆除 第二步就是要进去 拆掉里面的帐篷 因为帐篷在这起 挺巴巴勒斯坦的抗议示威活动中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在障碍被拆除之后 目前看到的是 所有的挺巴勒斯坦的学生 组成的人墙 用人肉长城的方式 阻挡警察的进攻 但是我们以为警察会寻求突破 进入这个 打破这个人肉长城 进入帐篷去 但是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是 警察是并不急于进入帐篷区 而是先选择将学生进行逮捕 就在我们刚刚观察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超过50名的学生被逮捕 而且很多学生被逮捕的时候 还是不断地呼喊了口号 包括解放巴勒斯坦等等的情况 情况还是比较让人动容的 另外呢 刚刚看到警方的逮捕的时候 也才有一些比较强力的一个手段 包括将学生直接按倒在地上 整个人是趴在地上 然后手放在后背上 然后整个人是一个像五花大绑的方式 将学生抬出去的方式 而且目前看到 这一整片 刚刚看到有将近上百人的 这样的一个人肉长城 目前几乎只剩下一半了 所以警方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一心能够听到 学生依旧在呼喊的口号 但是可以看到 这群想要进行抵抗的学生的呼喊声 是越来越弱 警方将会慢慢慢慢地 将会把每个学生带离现场 将他们进行逮捕 而他们被逮捕之后 警戒就是要 拆除这起抗议示威活动当中 最为重要的帐篷的部分 帐篷意义是要告诉所有人 巴勒斯坦人目前遭到的情况 而这些帐篷被拆除的代表着 目前交流大学洛杉矶分校 进行了七天的和平抗议示威活动 将正式落下帷幕 很多人心有不甘 也有很多人也是无可奈何 以上是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 万俊 那平俊其实在刚才你聊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在画面不远处的时候 时不时我们还能听到一些爆炸的声音 这些爆炸声是枪支的声音 还是说是其他一些警方使用的武器 还有我们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这些警察现在身上背着的这些武器 他们有没有使用这些武器 就你的了解 这些武器大概是一些什么样性质的武器 你有了解吗 就在刚刚进行爆发的时候 我们就站在警察 不到就是十公分的距离 我们清晰地看到警察身上的所有的装备 包括胡椒喷雾 剪刀 还有用来绑 逮捕学生用的绳子 还有最重要是长棍 还有一些电击枪 这些设备都是刚刚被我们全部的目睹了 那今天晚上的在逮捕过程当中 就在刚刚进行比较激烈的过程当中 进行警方冲破外部的围墙 跟学生直接面对面肉身禁搏的时候 也没有肉搏式 肉身面对面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警察直接拿长棍去捅了一下那个学生 所以当下已经是非常 就是从那个长棍带有一米长 紧棍然后进行捅了这样的动作 然后学生是直接就是非常痛苦的状态 然后那学生就被拉到后面去 那不知道那个学生的情况是会怎么样 但是今天晚上我必须很客观地讲 警方的行为还是相对比较克制 像我们刚刚看到说 目前警方跟学生的对抗 基本上就是一个 一边是全副武装的学生 全副武装的警察 而另外一头就是手无寸击之力的学生 甚至这辈子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警方还是比较就是 比较温和的方式 慢慢地逮捕所有的学生 然后最后拆除帐篷 那平均现在这个画面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学生组成的这些人墙 还有一部分的学生是在现场 那现在在刚刚的拘捕过程当中 有没有学生这种暴力拘捕的行为 还是说警察到了现场把他们带走 他们就很听话地跟着走 还是说有这种比较暴力的 这种肢体冲突的这个情况出现呢 有 是的 是因为刚刚在逮捕的 刚刚一开始警察跟示威学生面对面的时候 有学生还是依旧拿着非常强的那个 雷射光来照警察 以这样的动作 还是有这样的抗争在存在 但是就刚刚我形容到了 有学生被暗倒在地 我想就是因为他在逮捕过程当中 出现一些拘捕的情况 或者说可能存在出现 要对警察进行攻击的情况之下 警察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回应的动作 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 至少两至三名的学生是被暗倒在地上 直接在地上 所以现场 刚刚提到现场是非常混乱的 所以暗倒在地上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有可能被其他什么东西给戳到 什么样的情况 是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他们是被逮捕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 那平均你有没有了解到现场 有没有学生或者是警察相对来说 受伤比较严重的情况出现 目前我没有看到太多的 没有看到受伤的情况 但是我提到一点就是 我不知道确定是来自哪方的 一个是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 一个类似像烟雾弹的东西 你闻到就会不断地咳嗽 因为刚刚我就是也就闻到了 咳得非常厉害 非常想吐 而且绝对无法说话这样的状态 所以这个东西一开始的时候 进行逮捕的时候被广泛地使用 所以让所有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武器 让应该是被学生感觉应该会变得更加痛苦 进而丧失反抗的能力 我想应该这样的过程 好平均 我现在听了这个画面当中 现在这个声音是爆炸声还是什么的声音 你能看得到吗 这个是警方所发出的 应该一样类似像烟雾弹这样的东西 它的功能主要是通过非常响亮的声音 震耳欲聋来形容 你想这样的一个非常让你会出现 声里的反应的一个声音 爆炸声 如果此起彼伏的投放的时候 这个声音是让人感觉是不含额力的 就在刚刚我们这些几乎在同一时间 听到超过石门这样的一个爆炸声出现的时候 的确让我感觉犹如身在一个战场的环境当中 也是我这么大 第一次禁掉这样的环境 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害怕的情况 更何况是那些才刚刚20岁的年轻人 他们也是第一次到处要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看到很多学生依旧是不离不弃 手挽手地进行抵抗 已经高喊的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 也却让我觉得非常的佩服他们的勇气和能力 平均 刚刚的这个画面当中 我们已经看到 现在还留在校园里的这些人 这个人强的学生 好像已经开始被警察带离现场了 我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看到现场这个情况 是不是这部分学生也是成为 陆续也被警察带的离开了场地了 他们是最后一批吗 是啊 基本上我目前 现在能看到的 基本上没有剩下太多的学生 就是说完成所有学生逮捕工作 我想先应该会在接下来的五分钟之内会完成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好 谢谢平均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现场 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手的这样一个介绍和解读 关于现场的画面 我会随时为大家来跟进和解读 接下来我们再来请出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太和智库的高级研究员 王一威先生来做点评分析 王先生您好 你好 王先生我们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这个巴以支持者双方早前爆发冲突 体现在了加沙战争 让美国社会 您觉得会不会是出现一个很明显 现在这种撕裂的现状呢 那的确如此 这个巴以冲突呢 长期来牵扯到美国人的这个神经 尤其是今年是大选年 美国呢 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 无条件的 甚至是一股形的 片面的支持以色列 比如说在联合国多次行使否决权 把这个巴勒斯坦建国的这样一个愿望 给梦破碎了 那么引起了全世界对美国的谴责 美国国内 尤其在高校青年知识分子 对于美国的这样一些做法 是非常不满的 所以现在这个 原来的一些摇摆州啊 它现在成了这个支持以色列 和支持巴勒斯坦 这样一些对峙和分裂 所以会严重的影响到美国的 这样的选举的结果 当然知道美国 犹太资本呢 对于金融 媒体 包括学校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现在犹太资本 当然希望政府出面 进行这样一个 清理吧 希望这样一个学生运动 不要去 太多干扰了 这个美国的大选的结果 否则的话 如果跟特朗普回来 这些美国的这些自治分子 和这些包括这个深层国家 都是非常 这个不然看到的 所以他们现在内部 已经高度的分裂 犹太资本 安特洛克 这些资本在分裂 那王先生 其实我们在更多的现场 看到的画面 都是在警察暴力的虚感 挺巴勒斯坦一方学生的 这样一个画面 很少听到说 警察清场是这些支持 以色列阵营的学生的 这个画面 这是不是也就说明 美国所谓的这个民主 所谓的这套虚实体系 现在看起来并没有想象大中的 那么民主 没有想象那么的公平 您刚刚也说到 这种社会的撕裂 但是我们看到 这是有偏向性的撕裂 现在大多数都是在针对着 支持巴勒斯坦一方的 这个学生采取的这些行动 您怎么来观察呢 的确大家知道 这个以色列通过犹太资本 它可以比较巧妙地 来控制美国 比如说政治啊 媒体啊 金融啊 还有包括知识界啊 所以呢 他们比较多的是通过 这些传统上的资本的手段 来的影响 而这个巴勒斯坦也好 或者同学巴勒斯坦 这样一些 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 要求平等 公正 这样一些学生 尤其是很多对于巴勒斯坦 很同情的 不光是穆斯林学生 就是包括 我们说亚裔的学生也好 因为很多的被在美国社会啊 这种弱势群体 他感同身受啊 因为巴勒斯坦在世界上的处境 实际上就是美国的 很多弱势群体 在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处境 所以他们更多的 只能通过这种 游行示威的表达不满 而警察呢 刚才讲的是维护 现状者的 维护这样一些 犹太资本的利益的 所以呢 他们就成为 这个去 反对支持 巴勒斯坦人的这些 与学生有形示威 采取一种这个 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去 国家的暴力的机器来 来去清炒 实际上是对于这些 这个弱势群体的这样一面是 这是美国 包括黑人啊 一旦这个出现骚乱 警察都是强取一种 强制的手段 甚至啊 量子的这样一些人命 这是美国 历史上 这个就是一个 美国 反对美国吧 或者 这个美国的不公平 不公正 美国的双层标准 是不断地在国际上上 在国内 也是如此的 嗯 那王先生 其实我们再回到 本身高校这次的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 高校的这个 挺拔反语抗议 似乎已经打上了 政治的底色 各地大学的情况 和诉求 似乎都不太一样 我们看到 之前各大的这个校园当中 也有这种 暴力清场的行为 老师都站出来 保护学生 那昨天也有消息 指出布朗大学呢 学生和老师 是达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和解 但今天我们看到 UCRO的现场呢 却是这种暴力驱赶 暴力清场的这种情况 您觉得各地大学 这种情况 诉求为什么会有 这么大的差异呢 美国国内的这个分裂 尤其政治的分裂 也投射到了校园里面 这个校园 当然 长青藤大学和这个 像加州啊 阳光地带的这样的大学 他们对美国的前途和未来呢 看法呢 有所差别 像这个长青藤大学 他们传统上 还是安格鲁沙克逊 为主导这些 旧的移民吧 他们对于美国的传统的梦想 美国的所谓的绅士啊 美国的这种传统呢 要多的维护 但是阳光地带 这些像加州啊 UCRO 这些呢 跟这个亚洲啊 跟这个世界的联系 可能现在看起来更紧密一点 对美国的这个前途啊 包括经济的状况 和感知和 其他地区 又是不一样的 还有些秀代地区的 这些学生 他们可能对美国的 产业的外逃啊 对于美国的产业空心化 对美国的这个包裹 现在的通货膨胀 经济的这个状况 远不是拜登总统 所描绘的那样的状况 包括就业 实际上他很多是一种 隐形的失业 对未来前途 所以非常的失望 这样的学生 反正借助这个 巴以冲突 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实际上呢 今天是大选 就会把这些 很多的矛盾 皮肤差距 地区差距 近老移民的差距 种族的这样一些分裂 都会 全部把它的暴露 和撕裂开 所以这个就是 不同的高校 呈现不同的 这种底层的社会原因吧 好 谢谢王先生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特别感谢 那接下来 我们在节目当中 特别还请到了 台湾政治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 研究员 严震生先生 和我们一块来解读分析 严先生您好 支持生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严先生 就您的观察来看 刚刚我们现场记者平均说 他没有看到 太多使用暴力的情况 说认为警察相对 还是比较克制的 您的观察来看 这次UCLA的警方清场行动 我们看到 他们确实拿了很多 这些武器在手上 现在来看 年军的会不会存在 过度使用的暴力的情况出现 我觉得UCLA的抗议 跟其他州的抗议 其他大学的抗议 有一点不同 他确实有一批 支持以色列的 反对抗议群众的反抗议者 我觉得警力介入进入校园 可能是很希望把这两个团体 他们有可能潜在的冲突 尽量能够化解 所以看起来并没有要强行 做出一些驱离的动作 但基本上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的诉求 其实是跟我自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当年我们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政策 是非常类似的 就换句话说 很多学校觉得说 我今天觉得不满意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这样的一个违反人道的一个行为 也可能算是一种种族灭绝的一个行动 所以我反对我们的学校有任何的这个 比如说捐助 这种是来自endowment 是来自于跟以色列的工作 就做生意的公司 我们当时也是这样 就反对任何在南非支持白人少数执政的这样的一个政权的 这些做生意来往的公司 我们说我们学校不要你们的钱 所以我们也是在学校里头搭起帐篷抗议 那也没有被驱离 当时我觉得跟现在就是说是有点不一样 就是至少就不是有两个对立的声音 只是大家不满美国的外交政策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美国国内就是有反游跟支持巴勒斯坦 这样的对抗一个比较说是支持同情犹太人的这样的不同的声音 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不同 但是诉求就是要要求devest 要求撤出这些企业 在你学校里头校产 或者捐赠的这些不要他们的钱 这个诉求是类似 那也有人比喻说 这个是不是像1968年那个时候 抗议越战确实有点像 但是那个时候到最后也是变成 后来是非常的激进 然后也确实影响到刚才我们前面专家也提到 就是说会不会冲击到美国选举 1968年就是冲击到民主党的选举 那个时候 对不起 甚至民主党的这个党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办的时候都是非常的问乱 所以这个是我相信民主党现在非常担心的 但是当时就是一个反战 并不是是国际的议题 是美国自己外交决策的议题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我觉得确实让民主党很难堪的就是 他又不能够示弱 一定因为犹太的势力在美国非常强大 所以他还是要表面上要挺以色列 可是事实上他的支持者里头 第一个很多的年轻人是他的铁票 他的铁票 但是如果他们今天决定对民主党失望 然后不愿意投票的时候 拜登很可能就会输掉选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除了这些年轻人之外 民主党还面临在这个摇摆州 特别在威斯康庆州 在密西根州 这些有很多阿拉伯裔反对的声音 我们可以从民主党的初选 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其实只有这个拜登一个 比较真正是总统候选人 其他都不成气候 但是最后投票的时候 都是有百分之十几的这个民主党的选民 在初选当中 就是说我不愿意承诺要投任何人 那这些人就表示他对拜登是失望的 那万一今天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 他们可能不会出来投票 那当然对摇摆州 拜登需要他们的投票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一次有点像1968年民主党那时候 进入到这个暑假的时候 全国党代表大会是一团乱 最后是输了总统大选 但也有点像我在美国80年代的时候 反对南非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说希望能够就是不要这些跟种族隔离政权 这个做生意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来对我们学校捐款 我们不要那我们也有做抗议 但是我们80年代抗议并没有遭到逮捕或驱离 他让我们表达那我觉得这个是美国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说在校园里头 特别在大学能够表达这种政治的意见 应该是可以被接受 而且这些学生如果今天没有这个严重侵犯到其他的学生 而只是这种抗争 那我真的认为不应该进去 而且最难看的就是现在在UCLA 如果你今天把他们这些人驱离 然后说是好像影响学校 那加州有好多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很多流浪汉也好 或者是说这种比较强行会在你的住家地区 就在你家门口搭一个帐篷 你警察都不管这样的事情 那你还去管学校里头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 就是说你加州的治安到处很差 对不对 人家在你家门口搭一个帐篷你还赶不了 那你家的这个房地产的价值都下降了 结果竟然你去管一个学校里头的学生 他们搭的帐篷也没有影响到任何人 但是却会被驱离 这是很难看的 严先生其实您的角度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来 对于警察的职责来说 应该是保护大家的人身安全 作为治安管理的一个方面 但是现在来看治安问题还没有解决 反而警察进入到学校里用这种行为来驱散学生 这样的一个做法 您觉得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风险 您刚才特别提到了 这次的学生的这样一个示威的情况 是有两个不同的阵营在学校里同时出现 警察虽然是想要驱离或者是分开这两个团体 但现在来看似乎这个作用并不一定能够起到 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反而会带来更多负面的情况 您也特别提到了 现在是在大选在即的大选年 民主党和共和党谁对这个问题上稍微处理不好 很可能都会造成满盘接触的这个情况 您觉得现在来看警察在学校里的这些做法 会不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我觉得当然会 就是第一个 如果年轻人对现在的执政 就是民主党执政 那如果感觉不满 不出来投票 那民主党 我们知道在选票 选大美国的总统大选 历年来我们都看到有两个所谓的这个叫做 这个差异 一个是性别的差异 就是有一个叫gender gap 一个就是generation gap 这个女性通常就是比男性有10%以上是超过会投民主党 那青年人更是如此 特别是有大学教育的青年人 大概投民主党会超过共和党几乎三成的选票 那如果今天他们对民主党不满意 不出来投票 那我觉得拜登大概就可以宣布结束了 所以这是一个蛮严重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美国过去 比如说很希望在全球各地都可以有抗争 他们老后说这个都是很正当的 结果你自己学校大学里头 嗯 严先生您可以继续 当地时间5月2号的凌晨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可以看到有多名执法人员仍然针对 在校区内设置的青巴抗营地进行 拆除和清理 此前 警方已经对营地周边的障碍物 进行了强制的拆除 包括一些帐篷也陆续地被移除 警方也对于营地内部的抗议示威人群 发出了警告 要求他们立刻离开抗议现场 否则有可能会被逮捕 但大部分抗议者 仍然手挽手 在抗议现场不肯离开 期间警方和抗议人群之间发生了冲突 已经有数名抗议者被逮捕 好 刚刚严先生的这个讯号稍微有问题 我们接下来再来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太和智库的高级研究员 王一渭先生来解读分析 王先生您好 你好 王先生其实对于现在美国国内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校园暴力示威的情况 似乎在向全球蔓延的这样一个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有不少的地方 也有这种学生的这种示威情况出现 大家都知道学生相对来说比较年轻 稍微有一点什么事情 他们就愿意比较的冲动会冲在最前面 但是这种情况会不会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个风险 特别是对于美国以及西方的这种 所谓的媒体的叙事话语 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所谓的民主 是不是在这些示威面前就变得已经是 是一个笑话了呢 的确现在美国呢 真的确实存在着 现在的美国反对过去的美国 或者美国国内 不同种族 不同的这个群体之间 甚至不同的产业 不同资本背后 都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对立 所以美国 这个今年又是大选年 所以很多的一些机构预测 美国今年的政治风险会成为全球性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吧 那么这次的这个巴勒斯坦的问题引发的校园的这样的之争 可以说也是长期积累过 那么在西方有个所谓的反游主义 尤其是大选年 这个犹太资本对美国的控制已经让很多的美国人感觉到非常的厌烦吧 但是他又无法摆脱 所以呢 以色列 他必须要全力以赴去帮助吧 或者说以色列无论做什么 美国都为他背书 所以外交上实际上会出了高昂的成本 成了国家寡人美国在实际上 所以国内的很多的知识分子 尤其是青年的大学生 他因为对于现状的不满吧 或者对就业的前景 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不满 他的确会影响到这个社会层面上 对拜登政府的不满 比如说经济状况 现在看起来美国的经济没有像去年所 这个说要衰退 因为出现了这个XGBT SORR这些 但是呢现在也很多人说 这个东西也不能够支持美国的 这个经济的这个长远的增长 美国的经济数据 并不能跟拉比兴所感受到的 生活的水平的这样的下降 好像有反大很大的反差 所以啊拜登今年的大选年 遇到了内政外交的这样一个困局 是非常明显的 这也是他曾经为什么派高官陆续访问中国 希望中国不仅能够调停俄乌冲突 包括这个巴以冲突 还有包括经济状况的一个状态原因 其实像王先生您特别提到了 刚刚这个反犹太主义法案 我们可以看到就在1号 美国众议院是320票赞成 91票反对的投票 结果通过了这个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 这些法案的通过 会不会让这个事件变得更加的突说迷离 还有一点 很多人都在说这件事件在于美国的发酵 很有可能是因为接下来 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明显的这个变化 如果说以色列下一步选择要攻打拉法的话 那这个事件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不确定 您觉得这个事件的判断呢 的确大家知道这一轮的巴以冲突的一个导火索 就是因为中东实际上出现了和解潮 比如说去年中国成功调起了沙特伊朗的和解 特朗普司机呢 搞了一个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 像巴林呢 像这个阿联酋啊 跟以色列正常化 关系正常化 所以那个巴勒斯坦建国的这个希望 尤其是在内部的这样 这个哈马斯啊 这种极端的 想去建国的这个 他感觉到无望 或者被边缘化 所以可能这个是巴以冲突的一个导火索 但是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呢 意味着什么 第一呢 美国大家知道这个巴勒斯坦提起解体 1971年 美元跟石油挂钩 从原来跟黄金挂钩 跟石油挂钩 而石油呢 主要是跟海湾合作组织啊 像这个欧佩克吧 像这个沙特为主吧 这个挂钩 所以美国呢 长期来呢 军事上支持以色列 但是呢 军事上同时也是沙特这样一个盟友 所以这些海湾合作组织用美元换取美国对他们的安全保护 美国能够操控中东的局的局面 但现在这个美国呢 成为能源第一大口口国 由于咽气啊 由于这个俄乌冲突啊 等等的特防的原因 减少了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能源的依赖 同时呢 美国的战略中心呢 居然会对付中国了 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导致了中东地区的团力呢 失衡 所以呢 也会进步 把美国呢 转回到这个中东这样些事务 美国国内呢 也有很多像 通道部位代表的美国利益优先 不愿意花那么多的精力去干涉这个中东的事务 尤其是片面的支持以色列 让美国呢 道义上呢 实际上呢 很受煎熬 美国成为国家管理 在联合国投票 每次都是这样 这个就是引发了这些青年知识分子 被现状的这样不满 这个不满本身背后 刚才讲就是美国传统上的立国的基础 就是美国作为三天之城 美国作为上帝的选民的这样一个认同 到今天全球化的这个道观 他对中国 比如对华为的打击 对中国高科技打压 并没有最终 让美国真正的成为神的选民 所以这个他的一些 这个美国的认同 美国的国家身份 都遇到了这个空前的挑战 所以这个巴以冲突激发的是 这一些一系列空前挑战的 一个方面而已 所以呢 这个美国国内通过立法的方式 反游主义的立法 能不能够 这个重塑美国的这样一个身份 遇到这个 像中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全球 包括他说伊朗 或者说朝鲜 是为了全球攻防国家 这是美国的一种叙事 能不能在这个 各种各样的挑战情况下 那个重塑美国的这样一个优越感 我觉得这个是对拜登政府 被美国政府 一个长远的 一个深刻的战略 那王先生 其实我们还注意到 前一段时间 还传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法塔赫和哈马斯 正在考虑要握手言和 如果说这两股势力 真的最后谈成了再一块 这对于接下来 以色列面临的这个局面 会不会变得更加的难受 那美国是否还会坚定的 站在以色列这边 支持以色列 包括美国国内 这种声浪 或者说这种所谓的 这种政治正确的声音 还会出现吗 的确实际上 这一轮的以色列 为什么这么 可以说 这么极端的 甚至是搞一种 种族灭绝的 把这个巴勒斯坦人 从不光是从加沙地带 还有更多的原来的军事区 就要把它给赶走 赶到埃及去 所以后来发现 可能它这个加沙地带 发现了石油 发现了一些 包括能源吧 所以以色列 大家知道是非常缺能源的 它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占领 这个如果把这个背后的阴谋 给揭露出来的话 那么美国的 这个国内也好 世界层面上会更加反对以色列 反对犹太 这种资本的扩张 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 这样的生存的空间 另外呢 就是美国所主张的 这种所谓的 种族的平等 所谓的反对 种族灭绝 尤其是前些年 还污蔑新疆 有什么种族灭绝 这样的行为 它更加打自己的嘴巴 所以更难自然其说 所以拜登当局实际上 遇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些煎熬 这是美国政治体制 美国国家认同 美国在全球上的 这些所谓的领导力 都遭到了贡献的这样一个挑战 这是美国的知识分子 尤其是大学生 所不愿意看到 好 谢谢王先生 给我们做出这样一个解读和分析 那现在台湾政治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院 严建设先生同样在线 我们来和严先生探讨分析 严先生您好 你好 严先生 其实我们顺着刚刚这个话题在聊 就是对于这个 席卷美国的校园抗议 我们发现 其实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样的一个时间 为什么突然这两天我们就发现各种校园的冲突 突然一下就升级了 那您的判断呢 开玩笑啊 就是说美国人跟法国人都会挑五月份来做抗争 因为期末考到了 那抗争完了 学校期末考也取消了 大概也不需要回去了 那当然这是玩笑话 但是议题就在这 那你可以避免掉这个期末考 我相信学生是有一些幼营愿意走上街头 或者在校园里头 进行这样的抗争 但是讲真话 就是因为大家看到 如果说认为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拉法地方 以色列 现在的总理纳坦亚胡 一直说要进入 那是不是这个抗争 引发了很多的共鸣之后 可以避免或者嚇阻 这个以色列当局进入拉法 我想这个是 为什么最近抗争的力道加强的原因 因为毕竟以色列一直讲说要进入要进入 还没有进入 那是不是有了抗争 然后美国的政府承受到压力了 拜登会不会再对以色列施压 然后甚至就是在联合国的投票当中 也不再用否决权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 或许是这些抗争的学生 他们希望看到的 所以才会有更多的人走 就是开始进行参与这个抗争的活动 但对美国来讲 我觉得我们如果看 刚才我前面有提到越战的话 就是到最后是 为什么会就是越战 美国最后决定是撤出了 就是到了抗争到1970年的时候 你就发现有四个在俄亥州 肯特大学 他们有四个大学生 被跟国民兵的冲突当中 国民兵一紧张 打死了四个大学生 那引发整个美国民众的不满 那我认为现在 第一个这个是有可能发生 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偏袒 或者说亲巴勒斯坦的这些群众 或者留学生 或者是学生 我认为可能是会有群 他们会不会对美国进行这种自焚的 或者是说这种自杀性的攻击 然后引发世界来重视这个议题 我觉得这也是值得观察 所以无论如何 拜登都要谨慎处理了 明白 好 谢谢严先生解读和分析 我们稍后再和严先生来探讨分析 现在我们的前线记者杨平俊 正还在现场 我们再和平俊来许多联系 平俊好 你好 万俊 平俊 就你在现场了解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在画面当中 也有不少美国的本土的媒体 都在现场报道这样的一次 示威的行动 就你的了解 或者听到或者掌握到的一些消息 他们对于这件事情 目前叙事的角度 或者说叙事的话语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 美国媒体的角度更多关心 目前参加这颗抗议示威活动当中的 学生的比例到底有多高 同时这些学生当中 面临的情况是怎么样 以及他们诉求到底为何 以及校方对这些事情的 反映的情况来讲 而且这些学生当中 大部分是本地的学生 而他们的诉求是 支持巴勒斯坦人 但是你知道在美国社会当中 其实巴勒斯坦或支持以色列 目前是极端两派人物 而且以色列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在美国 所以媒体报当中更多是采取双方各有年轻人代表来说明 就像我们在洛杉矶这边的情况 其实在校园看到这个抗议示威活动是和平进行的这么多天 但是在媒体的报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比例是报道 目前校园内犹太学生的安全以及他们的担心的情况 所以是在双边进行一个平衡的报道 另外今天在现场的时候 我虽然现在非常的疲惫 工作超过48小时 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和值得 因为整场的活动 我们是唯一的 凤凰未遇是唯一的华人媒体 从头到尾坚持到他们的抗议示威的过程 包括从学校 学校学生校方以及对方 以及包括以色列 犹太学生方面 各方的反应我们都采访到 都了解到的一个华人媒体 因为今天通过十多场的连线的时候 有旁边的美国的媒体就问我说 你们是男人的媒体 为什么你们一直要进行连线的动作 你们亚洲人 你们会在乎美国发展的事情吗 我们就说 不仅是black life is matter all life is matter 这是全球都应该关注的事情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缺席 所以一直跟跟踪报 他们也是对我们投影 非常赞赏的眼光 所以这样的情况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 但是也非常的辛苦 但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值得 是 平均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 想向你了解一下 就是你在现场了解到 这些美国的媒体 他们报道的角度 相对来说是比较中立的 还是说更偏向于哪一方 有没有对于警察的这些行为 做出他们的这样一些看法 或者是一些评价的 的确就是警察的行为 基本上我们看到 包括洛杉矶时报的媒体 他们在报道整体事情当中 大部分像今天晚上 他们大部分的焦点 都对准了警察 这是为什么警察的动作 是变得非常的重要 和克制 当警察出现的第一时间 所有人是拍警察身上的装备 以及他们是否带了一些 所谓一个攻击性的武器等等 这个情况是美国媒体 最为关注的 同时包括在封面的 采取上的时候 他们第一时间会采用 是警察在严正以待的状态 这是警察的部分 同时在学生的部分来讲 他们的报道就像你说的 各有不同的倾向的角度 支持巴拉斯坦 或者支持以色列 但是大部分的比较是 亲以色列方面的媒体居多 这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好 谢谢平俊在现场 给我们带回的第一手最新鲜的消息 也请平俊要注意安全 辛苦了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人民大学 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泰河智库的高级研究员 王一威先生来探讨分析 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您好 请问王先生能听见吗 能听见 好 王先生我们继续来分析 这一次美国学生示威的事件 后续的发展情况 就您的判断分析来看 一般来说学生的诉求 在没有得到一个正确 或者正面的回应之前 学生很难心服口服的去 停掉这样的一个示威 就您的判断来看 这次这个事件 最终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收场 而毕竟现在执政的是民主党 那民主党的一旦这些做法 做得不是很好 或者说很客观的话 对于在野的共和党来说 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反击的机会 对于特朗普来说 接下来的选情 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的确现在的民调一直显示 特朗普是稍微领先的 如果现在投票 有可能特朗普会当选 所以民主党本来只有一个杀手锏 就是把特朗普官司上 让他官司成生 最后派人入狱 所以即向六月份的司法 对特朗普的攻击 那么现在这个学生游行示威 实际上对半年当局也是蛮难堪的 因为他是执政的 他的外交政策 刚才讲的对以色列偏袒 跟特朗普比起来 当然知道 特朗普是其实搞了一个 亚伯拉罕协议的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和阿拉伯世界是有所缓和的 那么拜登政府 怎么搞得这个糟糕呢 所以我觉得拜登当局 是比较着急的 他一定要在今天夏天 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当然共和党也会开全国代表大会 正式提名拜登和特朗普 以及选他的搭档 正式开启了美国的大选 这样一个时候 希望尽早平息校园的暴力事件 当然学生的马上期末了 他可能也希望尽早回归正常的大学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拜登现在 比较着急的要努力做到的 其实您刚才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现在这些事件的不确定性 确实会对美国未来的这个发展 走势带来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包括到政治 同样还有美国国内经济问题 我们今天其实也看到 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刚刚结束 还是对于议息是按兵不动 大家对于美国未来经济的前景的看法 可以说都非常非常的不确定性 这一系列的不确定性 您觉得最终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的确拜登 现在政治前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经济上的这个状况呢 看起来不错 按照经济统计的 比原来预期的要好 但是呢 老百姓的感知 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就业 真正的就业的这个状况 和他统计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尤其是今天的社会啊 这个数字化 信息化 智能化发展非常的迅猛 所以它很多是结构性的失业的问题 而且这个就业程度里边 跟那个种族的这个问题啊 新老移民的问题啊 跟这个性别的问题啊 又是纠缠在一起 这些都会被这个 大学生里边来 加以这个 可以说加以利用也好 或者借助这样一个现状的不满 发泄对于美国 偏偏知识以色列这样的问题的 这样的现状当局的这样一些不满 所以拜登政府必须努力 处理好这样一些关系吧 好 谢谢王先生的解读和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台湾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严震生先生来探讨分析 严先生您好 严震生先生您刚刚也特别提到了 您之前有在美国读书生活的 这样一个经历 从您读书那会儿的经历来看 和现在来看 您觉得在美国学校当中 所谓的这种民主也好 言论自由也好 这些环境这么多年 是否已经出现了 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呢 我觉得这一次 让我最感到惊吓的 惊吓不是惊讶 是因为很多的抗争的学生 竟然被外面这个 以色列人的团体 要求学校把他们的名单送出来 不但要把他们从这些学校给开除 而且还要影响到他们的就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被列入了这些华尔街也好 或者律师这些 因为很多人都是在 特别长春的学校 他们希望能够进到好的公司 结果这些可能是犹太人的公司 或者他们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股份的 他们会要求 就是这些学校把这个名单给我 我得先做一个过滤 不让有这样抗争行为的 这个学生未来能够进到我的公司 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一个很大的讽刺 就是美国过去 美国的年轻人觉得 我努力把速度好 我有理想性 所以我会去抗争 甚至有些公司还觉得 这些人有一些理想性不错 可是竟然现在会进入黑名单 我觉得这是比较麻烦的部分 也是我以前从来没会去想到的 甚至我们80年代在美国抗争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没有被强行驱离 就是学校觉得我们说我们要体会一下 在种族隔离社会底下的黑人 在这个约翰尼斯堡 他们住的生活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校园搭一个这种铁皮屋一样的 然后大家进去体验一下这样子的抗争 其实也真的是很和平的 那我现在看很多校园的抗争也是盖一个临时的 就是谁住在这个帐篷里头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们也是和平的 而且校园里头也没有真的是影响到住户 那可是加州有很多地方住户都受到影响 你警方都不去执行 你现在来对付这个手无寸铁的学生 我觉得这个会分裂美国的社会 而且会造成一个世代的仇恨 那这个绝对不是 那我自己对美国最不满意的可能就是 你过去在中东也好 在香港也好 在别的地方 你都是鼓励抗争的 结果你今天自己的学生抗争的时候 你竟然用这么强大的警力来对付 我们看到美国的警察 真的我在美国自己也领受过 那个执法的时候是一点不手软 完全就是真的是非常强悍的 那我觉得这个对手无寸铁的学生 在校园里头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情况 所以也难怪会有很多的教授 很同情学生 也跟学生在在同一阵线 可是很辛苦 教授也是一样 他们会不会 如果说今天你还没拿到永久教书权的 你会不会因此有升等也好 或者永久教书权就因此而丧失 因为你也进入了黑名单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搞的一个 变成是这个我们过去讲说白色恐怖 这个美国这个也是一种白色恐怖 对于这个教育界来讲 那同样的媒体也是一样 媒体里头刚才我们研究员也讲到说 在美国犹太人在媒体也很有影响力 那会不会就是说媒体 如果有些人有些记者比较公正的 或偏袒巴勒斯坦的一些言论 会不会也被认为说 他没办法在犹太人掌控的媒体当中生存 而也被踢出去他失去了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死了未及的一个所谓的老牌民主国家 竟然因为会因为你会因为自己的一个思想言论而被遭到这样的封杀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会让全世界很失望 就是他的领导力怎么会死 是 那也就是您已经用到了两个词 一个叫惊吓 一个叫撕裂 其实说到了撕裂这件事 在当年特朗普就任总统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出现了很明显的撕裂 随后又出来了包括黑命贵的话题 包括现在的学生的话题 包括挺拔反语的这些示威 似乎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在各个环节都出现了这种撕裂的情况 这种撕裂您觉得最根本的原因会是什么 还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对于美国在全球各地的这种影响力 特别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您觉得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威胁呢 我觉得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所谓的政党越来越极化的一个情况 那当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时候 大家说他并不是创造出这个极化的环境 而是反映了这个极化的环境 所以美国就更加撕裂 他对抗所谓的建制派 那这个是一个 那然后我们认为就是说年轻人今天本来我刚提到 在投票的时候就有一种比较偏向民主党 因为有些理想性 而且支持民主党是支持多元社会的 那共和党是比较要保存传统白人文化的 那所以很多年轻人看不惯这种歧视 所以会去支持这个民主党 可是假使今天看到今天因为这个以阿的问题 这个巴勒斯坦的问题 结果竟然会出现他们对民主党的失望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会挑战让民主党非常没有办法去跟共和党竞争 我们这次看到之前就是美国国会参议院最后通过了对乌克兰 对以色列的一些军事援助的时候 有一位民主党的参议员他投下反对票的原因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很支持以色列 但是我不愿意看到美国拿钱给他 他用这些武器去进行种族屠杀 我觉得这个是很明显 就是很多人说我们很挺以色列 可是你为什么要在拉法也好 或者在整个的加沙地区进行这种种族屠杀 那这个慢慢也是会 我觉得会成为一个美国分裂美国的一个大的议题 好 特别感谢严先生 今天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专业的解读和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多所高效的挺拔反以示威的浪潮 还在持续的升温当中 对于这次的示威 究竟会对于美国的民主带来多大的减分项 会不会成为压垮美国民主 甚至是美国大选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未知数 而对于事件最后的情况 我们会为大家随时来跟进报道 那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我是万俊 那么在稍后还有更多新闻 我请大家一起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